记者中立华台北报道,监察委员陈施孟上任后手案调查2009年司法节参与逢贬居的检察官是否影响贬案审判,原定昨天约谈台北的检署前主任检察官庆启仁,不过,庆启仁却向监察院长张柏牙与28位监委寄送陈情书,申请陈施孟回避办案,由于陈情信函没有身份证自豪, 联络方式等,不具名监委质疑这是陈情书,还是广告信监委说,所有监委今天都收到庆启仁的陈情书,装在拉斐尔反喜前咨询顾问公司的信封,透过监察院的收发人员,送到各监委的办公室,他质疑,监院为何会配合庆启仁发放陈情信,以后民众陈情都可以比造办理吗? 监委表示,陈情都有一定的程序,而且必须写明陈情人,联络方式等,但细看此意陈情信函,只有庆启仁的签名,这真是庆启仁寄发的? 还有人冒名?或是广告信?这种陈情不符合规定,可以受礼吗? 庆启仁左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陈施孟带有色眼光办案,他逐将回避申请书寄给张伯雅,同时寄给包括副院长孙大川在内28名监察委员,希望监察院一既有回避案件规定行事。 庆启仁寄给 好